Leica的Steel Wim有原版 有復刻版 他們的價格方面有非常大的差異 到底拍出來的影像有多大的分別呢? 網上有影友留言想知道 到底一個原版和復刻版之間的差異 相信對Leica有認識的朋友都知道 Steel Wim 即是鋼咀是甚麼 這支鏡頭是Leica第一支的35 1.4 是60年代的出品 它的特色是傳開光圈的時候 影像是比較軟的 即是比較軟一點 每收細一級光圈 影像都有變化 直至到鋼圈收到5.6左右才停止 而且是一個非球面的設計 即是四隻角有輕微的暗角 原版是加拿大製造的 而復刻版是德國製造的 在設計生產的時間上 有60年的差異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環保的條例 引致用料上的限制 當中它們的影像質素 又有多大的分別呢? 我針對這個疑點做了一個評測 用一部Leica的M11 6000萬像的相機 再加上一支原版的Steel Wim 以及一個復刻版 作為一個AB的比較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去片看看相片的效果吧 先講一點點的簡介 這裏就是M11 加上一個35 1.4 因為復刻版有6bit 所以就看到是甚麼鏡頭 而這邊就出了一個聯馬 然後我用了最小的ISO 64 整體就這樣看 感覺是一致的 左邊這邊就是復刻版 右邊這邊就是原版 首先看看顏色方面 大家都一樣 Wide Balance那裏 就減回大家都是5000 顏色是一致的 復刻版是剛好一點的 我們看看散景 散景在相機上面這兩個 基本上有外面的圈圈 看到裡面的細節 顏色也是一樣的 再看看白一點的 現在是放大100%的 如果是200%再去比較一下 那也是兩個波波一樣的 這些其他的虛化 都是一樣的 喜能的都是一樣的 看看全相片 我們多看一點的 就是暗位為止 100% 現在這裡是 看看暗位呢 顏色一樣 質地也是一樣的 看看一些立體感 那些車的一塊塊的織 還有車頭燈 都一樣的 泛光的面 然後那些棍 立體感 還有一個過渡 鏡頭一轉 現在轉了是二光圈來的 收細了光圈 那麼大家看到呢 那個散景的波波呢 是小一點 也都是影像呢 也都是扎實一點點的 看看什麼大的那些細節 是有改善的 那些木紋的細緻度呢 都是出了了 例子比較呢 這個就是2.8光圈來的 哇 看到那個銳利度 真的不斷地提升 大家都是彼此一樣 這樣去提升了 那麼也都看到 散景呢 就虛化沒有這麼厲害了 啊 少了很多了 木紋啊 其他細節啊 更加清晰了 四光圈了 大家都是四光圈了 那麼看到後面的散景呢 那個燈營呢 幾乎就收到很小了 畫面呢 就再扎實了一點點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 拉卡GLOW 那麼這裡呢 就轉了一個 小妹妹公仔 那麼 有些白色的衣服啊 這樣 左手邊呢 這個復刻板的 右手邊呢 就是這個原版的 我們近一點點看看 那麼光暗方面呢 都盡量去做到是一樣的 那麼 反差方面呢 其實就 原版呢 就會是沒有這麼高的 啊 防黑板呢 看到會高一點 拉卡GLOW呢 就是原版會 會多一點點 那麼細節位置呢 其實大家都 都 奇古相當了 啊 比如說三的那些 紋理啊 還有這些布質啊 這些呢 反光位置啊 還有細節呢 都是非常一致的 那麼比如說 條裙仔啦 紅色、黑色、藍色、綠色 顏色方面呢 也是一樣的 現在呢 就是第二章了 這個比較呢 就是二光圈的時候 收小一點光圈 看看他們的變化 啊 啊 很明顯呢 就真的紮實了很多 看到收了二光圈之後呢 就畫面呢 紮實了很多 很明顯這樣 啊 啊 高的情況呢 也是減少了的 那麼 細節度呢 就更加高了 那麼我們試試 100% 啊 全畫面 最後這個呢 就是四光圈了 有改善 但是相對來說呢 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跟之前呢 的變化呢 就沒有那麼大了 那我們去看看 暗位啊 那些細節啊 都非常接近 這個呢 就是做了一個 兩張的比較 一個呢 就是GLOW的比較 一個呢 就是散景的比較 看看 個分別 大致上 大家都知道 個情況是怎樣 相片大家看了 那麼 對這兩支鏡頭的 認知呢 也是擴闊了的 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復刻板 跟這個原版 在影像質素方面 是非常接近 幾乎不是用AB比較 是分別不出來的 在只是追求氣氛 和影像效果的朋友來講 復刻板 真的非常值得去入手 只是原版大約十分一的價格 而且呢 還要是全新的 對於有興趣入手原版 或者已經擁有原版的朋友來講 是否真的交了智商稅呢 原版呢 除了攝影方面的功能價值之外 還有其他的屬性 第一就是歷史價值 是Leica第一支的351.4 遠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出品 第二就是一個稀缺性 第三呢 還有一個投資的價值 以及升值的能力 第四點呢 就是它的用料方面 因為環保例的限制 現在的用料已經用不回之前的物質 加上之前的設計理念 是為了建物品內用 可能是一代全一代使用的 在方法和時間 用料方面 都跟現在不同 相信現在不可以再用 之前的方法和時間去處理 原版當年生產 是不足三千支的 經過了六十幾年 相信很多都已經損壞 或者是不見了 就算還是存在 在成色方面 無論包括外觀 和玻璃的狀態 未必是完美的 舉個例子 如果一支原版的鋼咀 外觀和玻璃 都是比較好的 相信現在的市場價值 大約是十幾至二十萬左右 並不是一般人是可以買得起的 在香港伏黑版的價錢 全新的都是大約不用三萬元左右 算起來就是相當划算的了 就算一支得制的351.4PA 價錢都要兩萬多了 歡迎你分享 對這兩支鏡頭的看法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趣有用 歡迎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а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